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在文章裡面插入表單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在PO文章的時候這個文章有哪些可以修改的項目 第一個是在文章裡面一剛開始它只有這個功能列而已 那我們希望多一點功能列就把它按這個就可以顯示出第二行功能列 那這裡面呢文字的大小在這個opress.com的網站的免費網站裡面 它沒有辦法去修改文字的大小只有這個地方就是文字是要用標題1 然後字就會大一點或者是好,標題6,標題5,字就會小一點 它沒有那個字型大小的那個控制項目 那沒關係我們用這個也可以喔,標題大一點 然後顏色呢,譬如說 比較重要的地方我們要把,像這一篇文章呢 這邊文章是談到獎金的部分 那一般我們會希望網友比較想注意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標顏色,把它標整紅色 這是顏色的標示部分 那這個跟Word的一樣就是自中啊,自左自右啊,項目符號啊 然後插入圖片的話呢,就是在這邊新增媒體的地方 然後去上傳你的圖片 也可以用拖拉的方式直接把它拉進來這裡 或者是選擇檔案的方式去把它選進來,它就會自動上傳 那上傳完畢呢,它就會在你的媒體庫裡面囉 媒體庫裡面就有圖片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圖片選取的時候 點它,然後直接插入文章就可以了 好,然後這篇文章完畢之後呢,我們就把它按更新 然後我們去前台看一下網站 剛剛應該有紅色的字體 好,這個 獎金的部分齁 就有紅色的字體 好,那我們最底下呢,我們要來插一篇 請客戶,請訪客留表單的部分 那表單怎麼製作呢?好,開始 就是,一般比較沒有人使用這個Wordpress的表單功能 但是這是免費的齁 而且它還會有統計功能,我覺得蠻好用的 而且蠻簡單的齁 比Google的Blogger的那個表單還要簡單齁 好,這邊 新增 聯絡表單,按一下 好,就在這裡 好,就在這裡 那我們按一下編輯 寫中文 改成中文 姓名 然後required就是必填打call 儲存 好,email,email就不用改了 可是我們看一下email的格式 這邊有個type,就是它的形式 我們選電子郵件的話 對方如果沒有填小老鼠的話 它會提出警告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選這個類型的主要原因 然後這網站呢,我們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把它改的手機號碼 那我們就把它選擇文字 必填 儲存 然後,欄位不夠了 我們再新增一個 好,可以把它移動一下順序 move vola 好 請他留skype好了 好,一樣是文字 不一定必填 他可能沒有skype 他可能沒有skype 好,一般我們留對方的姓名 email,手機,skype 或者是 再加一個line好了 id 不一定要必填 好,那這個comment呢 按下edit 編輯它 一鍵回饋 他這邊有個type是textarea 就是 比較多文字的欄位空格 如果你選擇這個checkbox就是像這樣子勾選 如果你選擇 像dropdown就是這樣下拉 可以去制定更多的選項 那我們這一個文字欄位呢 我們是把它弄成textarea 就是這樣,這比較多的欄位 讓用戶可以自己填 那也不一定要 不用強迫人家避填 我們強迫人家避填 就只有email跟手機就好了 好 然後按 add this form to my post 就按一下 他就插進去了 他插進來的時候 注意看一下 他的 格式是這樣子 他的語法是這樣子 他的語法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更新 他在更新的時候 會在這邊轉 然後轉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前台 好,再按一下重新整理 到最下面來看這個表單已經跑出來了 ok 好,表單已經在這邊產生了 那對方 填表單的時候呢 好,我現在先隨便填好了 好的是我隨便填的 Skype 這也是我隨便填的 好,一加回饋 好,送出 按一下送出的時候 他會秀出來 你填寫的資料 然後呢 如果你是管理員的話 你去收一下你的信件 email 好,這個時候你的email就會收到了 有人填表單了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 這個填寫表單的人 填寫的資料 然後什麼時候填寫的呢 然後對方的IP 還有他會告訴你 哪一篇文章你就點一下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可以在每一篇文章 都可以去新增一個表單 所以這個表單呢 可以新增無限多個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表單 目前是放在哪一個 哪一篇文章裡面 所以他會給你這個連結 這樣我們才不會搞不清楚 到底對方填的是 我們網頁上哪一個資料的表單 就這樣子 所以他的表單是很簡單的 那他除了會email給你 告訴你有人填寫表單之外呢 還有 你可以到後台去 到哪裡去看呢 到這個回饋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按回饋 好這邊就會寫出來 就是對方是誰 然後對方email 還有對方填寫的表單的內容 都會在這邊喔 所以 一旦有人訪客填寫表單之後 這個表單一方面會寄email到你的管理員信箱 另外一方面他也會在這個回饋的地方 留下資料喔 留下紀錄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萬一沒收到email的時候怎麼辦 自己到回饋這邊來就可以看到了 好這個就是表單製作的方法